我叫江里 我家并不富裕 这房子是我爸爸借高利贷买的 我有一个玩得很好的竹马 但是在两年前一切都改变了 现在的任务是出去找份工作 去买个公告栏色谈 有没有招工的广告吧 这个工作看起来还不错 公寓对面那应该就在这附近 应该是这里敲下门 来了来了 你好这位先生 我是来面试保姆的阿斯 他怎么那么像浩然 莫非他就是 这样啊那进去里面说 我叫浩然 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妻子 我当中时期的过梦 他们肯定是没认出我 你每天的工作 就是做饭 做完饭打扫卫生 你就可以回去了 我先参观参观夫人 还好他们没认出我来等着吧 萧月痕这次 我要你跪下来求我 尝尝我受过的苦 富人需要做饭吗 不用的话 那我先回去了 不用了 我跟少爷在外面吃完才回来的 你走吧 要不就花点钱 租一间房在对面 这就可以观察 他们的一举一动了 这个房子还行 阿叔就是冒昧问一下 这个多少钱啊 也不是很贵 买下来全款也就五千块钱 可是叔叔 我身上现在还没有钱 能不能先欠着 等以后再给你 不一定要用钱来购买啊 小妹妹 你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看你要不要楼 行 爸 那走吧 叔叔 房子的事 我会派人来找到你 先房屋转让书的 你就等着吧 好好好 知道了 为了报复他们 我拼了 哈哈哈哈 等着吧 月寒 我会将一切都还给你的 让你以前欺负我 现在轮到我欺负你了 换身衣服 去哥哥家做饭了 哈哈哈哈 我真好看 哥哥一定会被我迷死的 你来了 夫人 今天零食有事出去了 你快点做饭吧 这样啊 好的好的 那我先收拾一下桌子 少爷吃饭了 Boss 这怎么那么好吃 他怎么那么像 江林 越看越像这衣服 不他就是江林 江林是你吗 少爷 你在说什么 你在叫谁啊 我叫蒋叶 哦 没事 你今天可以在这住一晚上 夫人不回来 可是 这不太好吧 夫人知道会生气的 你别管我 让你来 你就来快点回去 那一套换洗衣物 得宠了月寒啊 月寒有看到会怎么想的 就这套了 男人肯定抵挡不住 这那么暴露的 我的身材那么好 肯定会把他迷得七昏八醋的 少爷呢 我先去洗个澡了 好的 去吧 快点 看我怎么拿捏你嘻嘻 这衣服太好看了 哥哥 我对少爷我好了 我现在在干嘛 嘻 别叫少爷 就叫哥哥 你上去二楼房间里等我 这男人都是金属住用货的 少爷你要干什么 夫人看到会很伤心的 我不想伤夫人的心 也不想让少爷所有为难 哥哥 你等会 我给你拿杯好喝的喝完再来 也不提 那行吧 快点哦 切看我怎么整你 来哥哥 把他喝了 我亲手做的哦 真好喝啊 不对 我怎么那么晕 哈哈哈哈 笑死我了 现在先去买个监控 装在他房间 监视着他们嘻嘻 老板 你这里有监控吗 最好是不容易被发现的 不容易被发现的 让我找找 有了这个 摄像头是装在灯里面的 你要吗 很好 那就值得了多少钱 一百元妹币 微信收款一百元 快点蹭他还没醒 把这灯装上去 回去连接上电脑 看看清不清晰 你在这里干嘛 夫人现在是饭点啊 我当然是来煮饭 给少爷吃的 煮饭就好好煮饭 穿那么暴露 干什么想够赢少爷 我劝你可别有那么大的眼睛 否则我会做出什么事 我不敢保证 对不起夫人 我以后不穿了 切 现在先人忍你等 以后看你怎么跪下来求我 老师交代你有没有跟那个小狐狸精干什么 没有啊 他就是来做饭的 能干什么 你不相信我吗 那么多年感情 我怎么可能敢对不起你 你就别多想了 最好是对得起我 他来做饭 穿那么暴露 干什么 下次 他要是还这样 我就把他辞退了 放心吧老婆 无论他穿什么样 都没你好看 我是不会多看他一眼的 放心吧 真可恶 居然这么说 我等着吧 月寒 我不会让你有好日子过的 算了 不跟他们计较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 这后面居然还有椅子和桌子 过去看看 这么小的过道都能放东西 真神奇 咦 这个绿色的地毯是干嘛的 啊 这居然还有一个地下室 没想到啊 你们就给我乖乖听话吧 再等多两天 又有一个新姐妹 来陪你们一起服侍我 你们一辈子都得在这待着 好然 这地下室是他挖的 里面怎么还关着人 他居然做这样的事 他说的新的小姐妹 会不会是我 看来这几天得小心点 等他出去之后 找个机会拍下证据 发给警察 报复他的机会 这不就来了了吗 乖乖待着吧 小宝贝们 我先走了 糟了他要出来了不行 得赶紧离开这里 让他发现 那就暴露了 他实在太不是人了 做这样的事 小宝贝夫人 刚才是回来拿东西的 没吓到你吧 没 没有 你紧张什么 既然他走了 宝贝我要出去一趟 你在家乖乖的哦 等我回来 好的哥哥 我等你 总算是走了 赶紧去地下室 看看那些小姐妹怎么样了 哎呀 这个门上锁了 对了 这有个箱子里面 应该是放钥匙的 你是来救我们的吗 我们都是被他在网上骗过来的 对你们别怕等着我 肯定救你出来 但是现在还不行 我要收集证据给警察 让警察来 你们等着我 现在就去报警 夫 夫人 你来后院干什么 事到如今 我也不满你了 我就是你初中时期欺负的女孩 我是江里 你没想到吧 我一开始只是想来报复你 但是现在 我发现了浩然的秘密 你跟我来 你看看这些女孩 都是被他骗过来的 他早就出轨了 只是 你还傻傻的爱着他而已 那天我虽然没有跟他发生关系 但是他要求我跟他发生关系 你错付了 不不是 这不是真的 这肯定是你 想嫁祸给浩然 好让我跟他分开 你们在一起 不管你信不信 我现在要去报警了 真相放下一面前 你不信我也没办法 不你不能去 你给我回来 你去了 他被抓走了 我怎么办 月韩看到你这幅模样 我真开心 喂你好 是警察叔叔吗 我要报警 在黑莲花公寓对面的房子 有人囚禁少女 囚禁了四个 还请你将他抓捕归案呢 好的女士 我们这就派人去 虽然没有报复到月韩 但我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 我还能做了一件好事